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当时老王这些年过得有点糟心 生活他觉得是一片混乱 一团乱麻 而所有这一切的起因就是一份保险合同 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记者调查 老王记得那是1998年的4月的一天 有两个当地保险公司的业务员来到了他家 在他的确实下是这个投保有很多好处 就把这个保险条件留下来 老王说当时他对保险到底是个啥玩意儿 一点都不了解 而那两个业务员非常热情地给老王介绍 这类保险有多好 将来对老王一家肯定有多大的益处 老王的心被说动了 当时是我姐姐王云投保一份 我父母家说李玉兰 各投一份 当时老王的姐姐王云买了一份八八红利终身保险 投保金额五万元 意味着如果王云死亡 他的家人可以获得五万元的保险金 老王给妻子李玉兰买了一份九九红福终身保险 如果李玉兰死亡 家人则可获得一万元保险金 一转眼时间到了2001年 这年老王的姐姐王云不幸因患乳腺癌病故了 老王和姐夫一起办完了姐姐的后事 姐夫说要回东北老家去办点事 临走时委托老王去保险公司索要王云的保险金 可是当老王到保险公司索赔的时候 却被保险公司拒绝了 保险公司的这个理由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 老王的姐姐真的隐瞒了什么吗 保险公司拿出了当时老王的姐姐王云的投保单 他们说在老王提出理赔要求之后 公司按照程序进行了调查 发现王云投保的时候已经患有乳腺癌了 但是他没有如实的告知保险公司 这就是带病投保 按照有关规定 这种情况就应该俱赔 但是老王说事情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 老王说当时业务员到他家劝说他们买保险的时候是1998年的4月份 那个时候他姐姐王云的身体仅仅是有些炎症 根本不存在患有癌症的事 当时保险公司的业务员说 这个病投保没问题 当时因为没有信息交给他 他说你细去掉 方子被病人去掉 所以他就去掉了 双方在王云被确诊为乳腺癌的时间和交钱签保单的时间上产生了分歧 互不相让 随后保险公司给王家发出了一份书面的聚赔通知 表明不仅不能赔偿保险金 而且当时缴纳的保险费也不予退还 可老王认为自己索赔是完全有理由的 2002年王家将保险公司告到了滨海县人民法院 要求保险公司支付王云的保险赔偿金50200元 并且退还保费5万元 同年5月法院做出了判决 而老王说 当他拿到判决书的时候 却感觉到有些莫名其妙 翻译那里他就讲说 按照保险法第55条第一口规定 他语文是这么讲的 是十万位各府保险金调节的胡同 未经被保险了顺便同日 并能够保险金的胡同无效 按照这条法的规定 那就是第七名的保险是无效的 原来当初老王的姐姐王云在买那份保险的时候 保险单上的签字不是他姐姐自己签的 而是由他姐姐的丈夫带他签的 法院判决保险公司不必支付赔偿金50200元 但应该退还王云的保险费5万元 保险公司说根据法院的判决 王云买的这份保险是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 保险法明确规定 这类合同未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 并认可保险金额的合同无效 在得到这个判决结果后 老王说他感到不能理解 因为对这些专业的保险法规 他们根本就不懂 而且老王说当时签保单时 他还问过保险业务员是否可以代签 老王说最让他不能理解的是 如果不能代签 为什么保险公司在以后的几年里 都没有找他们提醒他们 这种保险合同是无效的 应该补签呢 事后你一样按照保险规定 进行整理 找我们补签人 找这个被保险人补签人 你这次手劈不住 冷死了你就不配 老王觉得保险公司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 他觉得如果按照法院的判决 是因为代签造成的这份合同无效的话 那么责任也在保险业务员 是他们当时为了完成业绩误导了投保人 对于老王的这个说法 保险公司又是怎样解释的呢 我们的条件也不能证明 这个王赢是谁签的 因为他应该说我们一五年 他也没有回来跟我们公司回报 这是他的账务签的 但是我还是讲的 我们并且这个地方在一起 文化水平比较差 比同什么的多 有的时候呢 账务界其实旅行权利的时候呢 都是没数的 这个保险合同是无效的 原因是代签 怎么理解法院的这个判定 双方当事人争论的一个重要焦点 就是被保险当时是不是在现场 对 这是也很关键的 我个人认为人民法院应当通过 这个庭审调查 特别通过严格审查 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人证言 还有输证 如果确信形成一个环环相扣 滴水不漏的证据链条 足以认定被保险人 当时在签约之初 的确在现场 而且同意自己的家人代签的话 法院应当确认这样一个事实 按照56条第一款 应当确认合同有效 换言之 如果有证据证明 被保险人在现场的时候 对于保险合同签署 持有一种内心真实同意的意思表示 那么对他内心来说 不存在强制 不存在胁迫 也不存在误解的情形 合同效率是应当于确认的 但是不管怎么说 我们现在看到的判决结果 是判决保险是无效的 只是把保费给退了 面对着这样的结果 老王突然想到一个事 自己手里面也有一份保险合同 而保险合同也是带签的 以后要遇到问题怎么办 所以老王决定把自己手投的这份保险合同 也好好处理一下 姐姐的保险被判无效 所以还有业务员待起来 所以我们不跟你待去 那你就去嘛 所以我还特别在 雷尤兰三个字 合同只会给呆着 关号 老王和妻子意识到 如果当初 如果姐夫带姐姐签了那份保险单是无效的话 那么老王带妻子签了那份保险单也肯定是无效的 这样以后不是还会发生理赔上的纠纷吗 于是他们决定退保 后来我就去找保险公司 要求他们去那退保 他们又给我进军了 说你这个保险还是有效的 他又讲带去年有效 老王说这次保险公司又告诉他 他带妻子签的那份保险单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是有效的不能退 这让他更迷惑了 我说这个保险法 法律跟在这边 为什么是用于我姐姐 而不是用于我家长呢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为什么同样是带签的保险单 姐夫带姐姐带签就是无效的 而老王带妻子签的就成了有效的了呢 保险公司说 当时老王带妻子签字的时候 他妻子是在现场的 是同意老王带签的 所以这个代理行为是成立的 而当初老王的姐夫带姐姐王云签字时 王云并不在场 但是老王说保险公司这是狡辩 自己的姐姐在签保单的时候也是在场的 姐夫带签的行为也是姐姐同意了的 老王还拿出了一份材料证明 这是签字当天那位姓李的业务员描述的 他说当天现场除了被保险人王云外 还有王云的爱人和弟弟王道炳在场 王道炳就是老王 老王觉得这难道不是铁证吗 他带妻子签保单的情形 和姐夫带姐姐签字的情形是完全一样的 而保险公司的说法是前后矛盾的 于是他又将保险公司起诉到了法院 要求判决自己带妻子签的这份保险合同无效 退还保险费 不久前滨海县人民法院判决 虽然李玉兰的这份保险单是王道炳代签的 但是对这个行为李玉兰没有提出过意义 而且是认可的 因此王道炳的签字行为是有效的民事代理行为 所以这份保险单是有效的 法院驳回了李玉兰和王道炳的诉讼请求 拿到了这个判决王道炳说他实在无法理解 记者希望就这两起案件的判决 采访滨海县人民法院 但是法院表示判决已经做出很久了 当时的审判人员已经发生了变动 不便在接受采访 而老王一家人觉得 第二次判决不但没有解开他们的迷惑 反而让他们更加摸不着头脑了 难道他们对两份保险合同的理解 真的是错了吗 老王始终觉得保险公司的规章和制度不够完善 对很多不懂保险法规的人来说是很不公平的 最筛马的说这个保险公司允许客户 无道客户带起来 这是他一种不规范的建议行为 这样子就给我们投保客户带来了很大的后日 对于老王来说 老王是亲自看到了两份合同 亲自看到了两份面对着相同状况 但是保险公司有着完全不同说法的这样的两份合同 于是老王就得出来一个结论 他认为保险公司目前的条例不够完善 同时他觉得保险公司不够善意 就是你面对着来投保的人 他对于保险法的了解一定不如你多 那在这种情况下 你只说对自己有利的 未来可能就给投保人设置了陷阱 所以老王的这种觉得对方不够善意 我觉得通过保险公司的前后 差距那么大的表现 某种程度上是成立的 这个自相矛盾的做法 实际上印证了当前某些保险公司 存在的这种投保容易 索赔难的现实 没错 实际上原因保险公司是追求经济力最大化 而没有考虑到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 这些保险消费者的合理的 这些正当的权利和正当的利益 保险公司在说 这是业务员自己在做业务 也许是业务员的问题 如果是业务员的问题 是他自己负责和保险公司无关 这种说法能成立吗 这个说法应该说值得上去 因为保险公司和业务员之间的法律关系而言 不仅仅存在的是雇佣关系 而且还存在法律上的代理关系 也就是说业务员在和保护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签署保险合同的时候 他不是以业务员自己个人的身份 而是以保险公司的身份 保险公司局就应当承受自己选择的业务员 为自己签订的合同而产生的权利义务责任风险 当然也包括各种有利的或者不利的后果 不能说拉拉业务就是公司的 出了问题就是自己的 这对业务员也不公平 那是不公平的 所以桥归桥路归路 在对外关系当中 也就是在被保险人受益人投保人和保险公司的民事关系当中 保险公司应当按照有效的保险合同约定 及时的履行自己的义务或者责任 而在内部关系当中 如果业务员在卖保险的时候 的确隐瞒了关于保险公司应当通知消费者的重要的事实 而故意隐瞒 那么实话只说一半等于撒谎了 即使发生这种情况 保险公司也应当先行承担保险合同约定的义务或者责任 然后依据内部的雇佣关系 依据内部的劳动纪律 再向这些并未勤勉进责的业务员行使追偿权 保险业进入中国二十多年的历史 这二十多年 大家开始慢慢接受它了 保险业的法律法规也在逐渐的健全 客户越来越成熟 业务员越来越成熟 保险公司也越来越成熟 但是无论怎么变化 诚信这张底牌是不能被抽掉的 如果抽掉这张底牌 最少伤害的一定是保险业本身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感谢刘老师蔡英天的讨论 今天从此节目的说法 再见 12-13-18